刚刚因为因为这是最新出现的一个状况 我允许让来宾每个人针对你们刚讲的话 你可以再讲一次 我补充 我们有选举过 选举过通常在这个过程当中 原则上我们会找会计师做最后一个查核 因为这很准确 不管是我花的钱支出 或者是我收到的捐款都非常仔细 因为很多人是不能够捐的 包括他亏损啦 或者中资外资都不能够捐 所以通常我们碰到的会计师状况会是什么 他对账对到一个状况不合的时候 他会要求你业主来说明 如果来说明了不能够接受 他就不报 他不会碰这个 他不可能把自己的名誉搭进去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端木正 这会计师出来的声明 认为他是清白的 这才合理嘛 但问题是为什么今天柯文哲 开这个记者会 而且摆明打端木正 我个人觉得我认为民众党完全乱掉了 已经开始连语无伦次 跟他很多逻辑斗不上了 除了这个案子还有另外一个案子 人就跟刚刚讲的 这个演唱会获利77万 这样有多妙 民众的回复说 演唱会不是募款 是单纯的商业行为 但是柯文哲明明之前讲说这是募款 好没关系 我就当做你改口没有问题 根据政党法第23条规定 政党能够收的钱有几种 第一个叫做党费 第二个叫政治现金 第三个叫政党补助款 第四个是出版品宣传品 或者授权金 没有演唱会的收入啊 所以你现在说 他应该是捐款啊 他应该是用捐款 对可是他改口了嘛 说这商业行为 所以如果你要承认你是商业行为 那就表示民众党直接 明目张胆的违反政党法 但他也不管了 他要随便乱讲 因为这77万 没有在这个捐款账目里面嘛 所以现在只要 他的重点就是 只要把捐款讲清楚就好 其他的有没有法律责任 到底是谋回别的 已经不重要了 之后再讨论 这种做法我老实讲 接下来动作越来越大而已啊 我必须讲一下 这要全部对起来了 我就懂了 我先讲我们政治现金的规定是 如果候选人 他政治现金超过八百万以上 要会计师签证 所以这叫一个把关 就是说会计师要帮你做签证 然后未来监察院会再查核 柯文哲我们在开车的声明好不好 他们今天的记者会 柯文哲讲 委托会计师 趁时间来不及 因而漏报 会计师便宜行事 竟将漏报金额擅自调节 漏报金额两千余万 今天所有媒体的标题 写出来都是什么 柯文哲指 会计师漏报两千万 把责任推给会计师 所以今天这个声明 会计师端木正的声明 其实只有三个重点 我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就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他提供的服务叫签证服务 你不要跟我讲 我有帮你报账 我有帮你当你的会计 我当你的那个出纳 没有 我做签证服务 第二个重点 关键这句话 环快机师清白 这最重要的这个 这最重要的这个 老实不担啦 再来第三个 本件不影响本所营运 我跟木可不一样 木可柯文哲出事是关门了 我要继续营业啊 你不要想这个事情 我全部吞下去 但现在大家唯一 我最大最大的疑点是 你们要讲 开这个记者会之前 你都没有想到端木正会 会抓起来 对啊 我们本来想像是这样子 如果事情内部有开完会 端木正 你这会计真的很烂 我们决定就是要把你所作所为 全部讲出来 你要担哦 因为真的是你害我们的 至少开过这个会嘛 没有 这个很明显就是他开这个会 连要赖到别人身上 也如此杂乱无章 就是柯文哲 你们的团队在干嘛啊 我觉得其实先关键点是这样子 如果是这样像端木正这样讲的的话啊 你就知道一定有人拿那所谓的三张发票给端木正 不然他报了 因为他报一定有 我跟你讲过了 他一定有收据或发票 所以他为什么说他是签账 他不是灯载 那为什么今天下午那个民众党的是写 我们是把整个灯载的授权给你 这是一个两个很大要讲不容的地方嘛 第二个现在如果是在监察院一定有报嘛 那一定有报就一定有收据发票 不要说我们这个几千块 哇赶快找年代的会计 年代省很严啊 我每次只要写错字 他说不能写错字好不好 下次有搞年代 所以这个真的怎么可能会搞成那样 会计师一般来讲没有人会把你 就是额外伸出这个的 所以我现在从这样的我大胆假设啦 AB账本啦有两本账啦 一个是内部做的账一个是给会计师 因为很多企业都这样搞嘛 一定有AB账本嘛 一个是自己内部的账一个是外部的账嘛 那通常就是说外部 我有圈出去的一定是给那个账嘛 那现在是你们AB账本里面 不知道谁把这AB账本弄错了 有客人会说 我也没有做过生意 所以我不晓得有AB账 所以没有 对所以没有 那就很简单 那到时候那个上法院的时候 就谁把发票给端木正嘛 一定有人把这个发票给他嘛 那再来其实我觉得 还有最重要一件事情是木可公司 因为这家公司跟幽灵一样存在 但是他从竞选总部那边拿了三四千万 那我要再讲一次 那个李文娟 你还有最后时刻 因为你到目前为止 你都没有跳出来讲说 那些账是不对的 那个发票是不对的 所以在目前为止 你跟他们现在是共同正 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们两个是一路的啦 那如果到时候被人家发现说 事实上也没有这个三千多万 一千多万什么都没有 那你完蛋了 因为你犯的法 可是不是只有选拔法 而那个相关的洗钱是很重的追 人群来 我跟各位讲 其实你刚刚看完之后 就会发现 柯文哲的禁总 就是一个大型的发包公司 但是呢 理论上面来讲 像这边都选过局嘛 发包公司也还OK啊 很多东西其实应该是 禁总自比这边掌握 但看起来呢 他的禁总也不想掌握这些事 所以弄了一个募可公司 因为竞选小物什么活动 全部都是用募可公司来承办 那你说真的都是募可自己做的吗 如果再从几个往下 原来募可也是个发包公司 他又再发给别人做 那就产生了刚刚冠婷讲的那一块 有没有价差的问题 也就是说募可基本上 他等于是一个买空卖空的 因为禁总这边全部授权给他 因为我都先包给你 我先拿了一笔总金额 我再往外往外下包 可是我下包包出去之后 到底包多少钱 是我跟你的商业行为 那这中间如果有价差 是不是等于募可赚掉的这个价差 我觉得这一块对他的小草 能不能接受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件事情 你看他在这个逻辑 事实上跟他今天回答会计师 是一样的 也就是我们的帐 是外包 又外包啊 你们刚刚讲的那叫做正常逻辑 应该是我签完帐 帐完帐 你知道今天记者会其实讲了一段 是由李文中说的 大家很质疑每一张单据 李文中说什么 因为质疑他跟募可之间的关系 李文中说每一张单据都是我签的 但是募可只是协助 你记得他要讲这句话吧 那我们就很好奇 为什么是募可在协助 如果你禁总所有的帐 那就是禁总的帐 为什么跑出一个募可来协助 所以大家认为这个关系很乱 好 泼出去了 大家来讲 民众党没有不找端木正 有找 有找 有找还找出今天这个样子 我正前一天追这个事情 就我所知道的是呢 事实上他们老实讲啊 就回到你刚刚的问题嘛 他们想找外面的人查账嘛 没有人要接嘛 没有人要接的状况是 他还是只能回来查 结果我当时听到这个 我第一个好奇就是说 你们账就已经一团乱了 你在找元团队查 不是还是一团乱吗 你怎么能够证明哪一张发票的真伪 哪一张票据的真伪 那我不管了 他们还是这样做了 那就我所知道就是说 确实因为大家关键就是说 那几笔争议的钱嘛 因为今天他们还另外多承认900多万嘛 总共是1800多万嘛 那其实你知道民众党最在乎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们是担心说 他们比较在乎是到底谁授权嘛 如果按照今天这个说法 就算东木正大家都质疑说 东木正有可能大猪大猪嘛 就自己搞嘛 怎么可能 所以这个的会谈过程当中 就我知道有对话了 那东木正应该是在会上面的主张 是这样啊 就是说他的意思是说 可以补证 就我有输漏什么可以补证 他说这是会计上常有的事情 但是大家就觉得就是说调节这件事情 基本上就是做假账 那我知道是东木正他其实在这件事情上 他不认为这叫做做假账 就是说他这个叫做调制 就是可以补证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那因为这个事情就大了嘛 那所以这里面当然有对话就说好 那你今天就是你今天到底谁准讯你调节了 这个是重要的 这是重点嘛 那这中间双方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因为对东木正应该 他一定也觉得这个是大条嘛 开什么玩笑 你们都讲成这样了 对不对 到现场直接带走了 那所以这张中当然有人会觉得说 不应该是由我来扛或是怎样 那我只能说 我知道我据我所知听说的是会议里面 难道我们大家就说说话 就这样结束了吗 所以不是空口讲白话 有书面有录音有录影或有这些东西吗 我相信他们一定有嘛 我就讲嘛 他们现在一定在 因为外界一定会问 柯文哲有没有指使嘛 你都没有同意嘛 你都没有同意嘛 所以我就讲就是说 好像端木正因为你看他的这个说法 他是说你要还我清白 看起来就文字上面是端木正应该是不认真 因为等于是要他全扛 那你们的会谈的过程当中 你们互相在查证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人握有这个记录 我认为未来他就是关键了 好那接下来大家就要看到 第一个他当然就是包括 柯P阵营有没有跟端木先谈过 如果有谈过后续有没有 因为如果你端木出来发这个 那等于是一棒子要打死 今天记者会这些 那柯文哲阵营是不是会再拿出其他的东西 就这前提是他们到底有没有谈过 OK这一切都要看 接下来呢 因为当端木 将军当端木已经直接出来发这个声明以后 你很难想象 两点柯P他们开完记者会 我等你发这个声明 然后我都不说话 我都坐在这里面 然后就等着你们大家吐我口水这样 开说明会开到内讧 这是不被允许的 你摆明了 大家看今天这样说明会 就是要把所有的责任 推到端木的所属的会计师的公司上 那在会计师的这个事务所 不是只接他这一件Case 当然啊 他很多耶 所以他刚刚那个冠田 那个声明里面 还有一段特别讲本所还是正常 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因为这个影响到 这个真的会影响到会计师律师所有这些 那个名誉非常非常 我相信大家都在乎 可是对我们来讲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事啊 因为端木先生的这家会计师事务所 他绝对跟木可不一样 因为木可的声明里面第二帖写的哦 本木可公司成立的宗旨 是发扬柯文哲主席选举总统师的理念 就所以说木可公司成立的理念 就是柯公司 这他自己声明不是我乱讲的 对 可是看来端木先生的这家会计公司 是不是为了柯文哲而开的 当然 他是一直都有这家会计师事务所 他接了很多很多的相关的 专业的这个Case来做 可是如果今天端木扛了这个案子 这家会计师事务所可以关门 你是造假的 而且我再次强调 会计师是不负责记账 有专业的记账室 有专业的记账室 然后有会计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在看你记账室 记得有没有问题 我一笔一笔把你减合出来 请你改进 你不改进会计师事务所 他没有责任 因为不是我记的账啊 我帮你揪出来就是我的家属 你不改我就不签合 对我不签合 今天为什么会计师 我帮你揪出记账的瑕疵 帮你揪出记账跟法令之间 有冲突的地方 这是我的专业啊 所以揪出的越多 表示这个会计师越厉害 那怎么会会计师说 没事我帮你搞定 我刚刚就一直在怀疑嘛 这钱又不是端木花的 钱又不是端木用的 我为什么要帮你 帮你凑起来呢 这百事不得其解 所以我判断了 你说端木会计师跟柯文哲 在昨天前天 有没有做过见面 我估算是会有 因为他不想把所有的会计团队 全部交回来 那会计团队只有端木一个人 不只是一群人嘛 那这一群人他说好 没关系我们想退一百万 最差就是更正嘛 认错更正 那是不是科团队的这些人 认为说原来你可以扛 原来你可以扛 所以在记者会上面 是把所有的错误 全部塞给会计师团队 那这会计师团队变成什么 变成始作俑者 变成说你们今天这个账会计成这样子 会造成假发票或是疑似假发票 或者是有些资金流露去向不明 是我会计师干的 我为什么要干这件事啊 会计师有把一毛钱 你看到会计师记账 或者是审核 可以把钱审核到会计事务所吗 他审核一个case才赚多少钱 他要扛这么大的风险 可能会有法律问题 可能会让整个会计师事务所关门 没有case 所以我讲今天下午开到内讧 明天民众党的危机反应才来了 因为你要推给的那个人 那个人说我没有 那现在你就说你有 那上面这四个人 完全被会计师打脸 被端木会计师打脸 就是你们四个人想推给我 那我请监察院好好的查 还我清白 那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这个 这一块 你不可以找�